我们主打的就是纯手工小吃 有很多款 小麦这个肉条都是用什么做的 我们是用那个地瓜粉 葱 洋葱 胡萝卜 还有那个瘦肉做的 瘦肉的话我们要腌制一下 然后包在里面 哇 你们这个肉都切这么大块吗 对啊 我们那个肉的话 都是采用那个整只猪里面最嫩的里脊肉做的 然后我们切大块里面吃起来 才有肉的感觉 才有肉感 那你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地瓜粉呢 我们是用我们老家自己种的那个红薯粉 红薯粉吃起来的话口感比较Q 这些料还要这样子一直给它揉吗 对 要把这些料放在一起 然后加开水揉十几二十分钟 揉到它的面融合在一起就可以包了 哇 那这样子做起来真的很辛苦啊 对啊 这种都是纯手工活 都是力气活 哇 像现在这样子做的人应该不多了吧 对啊 这种手工活都很辛苦的 现在年轻人没有几个要做这种的 我们就是因为对于那个美食 这种手工美食比较喜爱 所以说才会做这一块 那这样子是怎么卖的 我们一条的话是三块 以前的话小时候我们吃的时候一条才五毛 你这个还要用袋子给它包起来吗 有些客户的话他要生的回去自己炸 先炸先吃比较好吃 一整盒是多少 一盒的话也是十条然后三十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一天能卖多少啊 这种都是手工活那个做不了多少 一天的话只能卖两三千块 我们全国各地都有都可以油价 那你店里面还有很多这种手工小吃吗 有很多我们店里面很多 我们主打的就是纯手工小吃 有很多款有碰到你可以来品尝一下 这个肉条你一定要先炸先吃 这样子你吃起来外面才会酥 而里面才会Q 那如果你冷了再吃的话 味道也不会那么好 而且里面的低瓜粉就会硬掉 如果你们有喜欢的话 不妨也可以买一点来尝试一下 味道真的很不错